大家好,我是老白,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美味的太白鱼头汤,只需要准备鱼头,豆腐和一系列调料,让我们开始吧。 首先,我们需要将材料准备好,将鱼头洗净,对半切开,将鱼头擦干水分,然后下油锅煎至两面金黄,煎鱼头时,建议先将有鱼眼睛的一面朝上,以免冷鱼眼睛遇到热油,炸开来见伤人。 接下来,在煎好的鱼头上,倒入适量开水水量要没过鱼头,加入生姜、葱段和料酒,开始同煮。 我们需要大火将汤煮滚,然后转小火慢慢炖上30分钟。 在炖汤的过程中,我们可以将切好的豆腐准备好,待汤炖到一定程度后,将其加入汤中再次煮开。 豆腐的口感柔软,与鱼头的鲜美相互应称,让人回味无穷。 最后,撒上葱花,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盐进行调味即可。 太白鱼头汤的做法简单,营养丰富,而且味道非常鲜美。 温馨提示,此汤已经足够鲜美,所以请不要加入味精或鸡精等调味料,以免破坏原有的鲜美口感。 好了,这就是太白鱼头汤的做法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道美食,不妨试试看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关注我老白,我们下期再见。